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没几天就要过年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我们这边每家每户餐桌上都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木耳加上鸡蛋,做法简单 不用炒不用煎 上桌比大鱼大肉都过瘾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鸡蛋先放在一边 我们先来把干木耳泡发 这食欧里边加入一勺白糖 小水的白醋 然后加入适量的温开水 水不要太热 太热的水会导致木耳的营养流失 而用温水泡发的浇质满满,口感更好 加入白糖可以快速的让木耳吸收水分 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木耳的泡发速度 而加入白醋的目的 是因为白醋中含有醋酸 可以软化木耳 从而达到快速泡发的目的 搅拌均匀之后盖上盖子 等待五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洋葱 切到两头 然后往切口这里抹上小许的食用盐 这样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了 盐可以让切口处的水分快速出来 可以减轻洋葱的辣的气味 然后我们先把洋葱切成条状 再竖着切成格子状 最后切成大块一点的洋葱丁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一根黄瓜 用刀姜黄瓜用力拍扁 等会儿加料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半大蒜 剁成块后再剁成蒜末 碎小一些会更香更入味 切好装入小碗中 再来几个干辣椒 用茧姜剪成小段 然后加入一勺芝麻蒸香 一勺辣椒面 加入热油鸡一鸡 这样香味会更容易释放出来 搅拌搅拌使调料瘦肉均匀 然后加入一下食盐 一勺白糖提味 一勺生抽 再来一勺香醋 搅拌搅拌 一碗简单美味的料汁就调好了 这样做的料汁看似简单 但是味道却非常棒 接下来再把准备好的三个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去新蒸香 再把鸡蛋液调起来打散开 先放在一边 即使锅中再来少许食用油 把锅底先润一润 开火后直接把鸡蛋倒进去 不需要等油热 开小火慢慢的食油升温 在鸡蛋煎定型之后 晃动锅子 避免鸡蛋糊锅 将鸡蛋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后放到案板上 用刀切成条状 再切成菱形块 然后装盘备用 现在来看看木耳 已经全部抛发好了 木耳变得又肥又厚 胶质满满 看起来就很好吃 同时木耳也抛出了许多的杂质 我们需要换水把木耳清洗干净 可以用手去搓洗木耳 将它身上的灰尘杂质洗下来 然后再换两侧水去冲洗干净就可以 洗好的木耳控水捞出 放盘里备用 这时候先烧一锅水 水开之后将木耳倒进去焯水两分钟 木耳焯水既可以杀毒效菌 又可以将里面的脏水排出来 所以我们将木耳焯水两分钟 一般两分钟过后木耳也就已经断生了 两分钟后再将木耳控水捞出来 捞出来后放入200开中过凉 加入冷水浸泡一会儿 把我们的手洗干净 把木耳再次控水捞出来 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接着用手去将木耳撕开 撕成大小差不多的小块 不想用手撕的朋友可以放到案板上用刀切 不过用到的案板一定是要干净的 因为这已经是最后一步了 不会再拿来煮了哦 木耳全部处理好 再把刚才的配菜加进来 黄瓜 洋葱丁 还有鸡蛋 然后把料汁也浇进来 我们戴上一次性手套 下手将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充分的入味 这次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这样做不用煎也不用炒 吃起来酸辣过瘾 开胃又爽口 而且低脂又低卡 用来招待客人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哦 木耳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 冬天可以多吃一些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 也需要注意混书搭配 吃木耳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营养高味道好 拿来凉拌爽脆开胃 过年的时候端上桌马上就被吃光了 真的是比大鱼大肉还是有欢迎哦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